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9月10日 禮拜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先講講今天早上質如沖區又再水浸 也浸得挺厲害的 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今天早上曾經掛過黃雨 另一頁也講講最新的天氣資訊 天文台估計雷雨帶繼續靠近 估計今天天氣不算穩定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黑雨水浸 質如沖再三遭到水染 冬回放水浸重開無期 報道的內文提到 日前9月7日天文台發出長達17小時的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港島東質如沖成為暴雨重災區 水浸過後清理工作和電力維護工作 一波未完一波又起 今天9月10日早上6時多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質如沖再受暴雨影響 多條街道水浸 質如沖有大量積水 太平街市小店都水浸 有街坊指店鋪受到影響 電力無法正常運作 店內的電器和身材工具連日被浸 都可以說是所剩無幾 和太平街相連的東匯坊也有同樣情況 廣場水浸 店舖桌椅等雜物隨水飄浮 商場全線所有街市食市 商店都要全線停業停電 場外有全場休息的治癢 據街坊了解 電力維護的工作 至少要8至10天才能做得好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今早在黃雨時質如沖區又來過 大家看到相關資料 看到現場浸得很誇張 未知有沒有質如沖的網友 可以幫忙留言說說今早的情況 最重要是多加保護好自己的安全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家印的天氣相對不穩定 突然之間今早又可以一場黃雨 結果導致質如沖有水浸 黃大仙有水浸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洪山半島 山泥傾瀉的進展 根據HK01的報道 三間屋受到波及 一間屋明顯危險 有消息說疑似涉及潛建和佔用官地 報道機內文就提到 其中港島大潭豪宅 紅山半島第70 72及74屋林海 方向斜坡有山泥傾瀉 地基外路並原空 屋宇署今天凌晨9月10日回復查詢時指 指72號屋有明顯危險 住戶需要疏散 而70及74號屋暫時遺風 屋與林海備輪斜坡的露天泳池和花園位置 回復當中沒有交代涉事的獨立屋 有沒有潛建等等的問題 消息說當局派員視察過後 發現部分建築物懷疑是牽涉 潛建和非法佔用官地 需要進一步調查 而今早早已有一格 印有地政總署標誌 相信是地政外判建築工程公司的車 載源抵達紅山半島陷賊 另邊商亦有阿星島日報的相關報道 有專家評估事件可能牽涉人禍 估計也需要花過千萬元 報導的內容提到 港島大潭豪宅屋苑 紅山半島大面積塌山泥事件 引起社會關注 今天早上9點多 屋宇署、地政署 聯同土力工程署人員 再到場跟進 進一步評估 三棟獨立屋的結構安全和斜坡狀況 有專家認為 事件可能牽涉人為僭建 破壞山坡結構 讓城崩塌的危機 中科監察主席 主席潘卓鴻表示 從照片看到 受塌山泥影響的三棟獨立屋 倒塌機會甚微 但若果再有連場大雨 三坡進一步塌陷 獨立屋可能會感到移動 他表示這次塌山泥可能牽涉人禍 懷疑有人擅自開墾山坡 建造泳池和地庫等的潛建物 增加山坡的壓力 而塌山泥的山坡 有一件的碩士組件 相信是一個擋土場 塌下來的時間 壓出了一條明顯的滑痕 潘卓鴻認為 受影響的第70、72和74的獨立屋 要變得安全 必須還原山坡和拆除潛建物 減輕山坡壓力 大費用或要超過一千萬元以上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和HK01的報道 說估計維修費至少一千萬元以上 不過對那裡來說 那些住戶應該很有財力 不過究竟有沒有如消息所指 是佔用官地或潛建 還要有待了解 不過初步看的話 也挺有機會是 會不會正正造成這次山泥傾瀉的原因 仍然有待了解與調查 另外亦都說說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根據HK01的報道 天文台指雷雨帶靠更加 估計中午前後影響珠江口 黃大仙的B3出口繼續關閉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港鐵公佈 黃大仙站部分設備因為水浸損壞 復收需要時間 B3出入口仍然需要關閉 預計排隊出入閘和等車的時間 可能較長 部分月台幕門已經回復正常運作 其餘月台幕門維持打開 直至完成復收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天文台指雷雨帶靠近 另邊廂黃大仙站B3出入口要繼續關閉 因今早黃雨大水浸 旁邊的黃大仙中心都嚴陣以待 這段時間天氣真是不穩定 另邊廂昨天也有聲音問 究竟黃大仙站是否未整好就開 會令開完有關閘 結果有不少市民都受到影響 另外亦轉向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事主孫 知私智眼紅別人 眼紅別人是舊同學 舊同學做得好 月入兩萬元 港男說他成績明明差過我 網民金句式回應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畢業過後的際遇往往都很難預計 不一定跟學業成績好與壞掛勾 有人白手興家 混得風山水起 有人就牢牢滋滋滋平淡一身 有大學畢業的港男近日在網上討論區 有敢而發就說 見到讀書成績差過自己的舊同學 混得很好 自爆自己兩萬多元的工資 但就見到當年中學畢業做學徒的舊同學 在地盤工程界似乎做得好 感覺就酸漏漏地說 事關錢銀與生活質素 回應的網友都不兜勸 直接用金句式來作批評 就說市主失敗 也有人說此一時彼一時 也有人說找人比較真可憐 也有人說不論市主舊同學真是做得好 還是假的做得好 市主轉過幾份工 都是兩萬多元的工資 真是很不領 接著說出至理名言 就說讀書和出來工作的能力是有不同的 所以出來工作才見真章 不過也有網友循循善友提醒 就說地盤工是辛苦錢 不是人人吃得到這項飯 多的都是他應得有什麼好算 你辛苦不起就不好望別人的利潤 讀書多真的只是讀書多 也有人說他背後的努力沒有跟你說 做建造業都要付出 不過是要多勞多得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這位港男在網上討論區大申 見到自己的舊同學明明成績差過自己 為何他會做得那麼好 有沒有搞錯 他自己有兩萬多元工資 其實沒得這樣算 估計這個市主年紀也相對輕 可能二十多歲那種 畢業沒多久幾年 其實是人生制御 有些人多勞多得 勤力一點 辛苦錢 令變商越勤力 越能得到老闆的賞識 結果可能會多些提攜的機會 相反你自此 可能說我明明是天之嬌子 應該要很多機會自動埋生 那當然未必會有太好的制御 也是那句 謙虛做人 高調做事 低調做人 繼續專注自己 最熟悉的事 努力 專心一致做 總會有些成績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